接著我們正式介紹力矩 力矩的定義叫做 力矩等於力幣乘以力 L等於R cross F 他的單位寫成的是牛頓米 牛頓米 雖然你覺得這個力幣在前面應該是公尺 然後後面應該是牛頓 可是國境的規定就是牛頓米 但是他不是能量 你前面講的F乘X算是能量對不對 交了這不是 這不是 他是牛頓米 牛頓米 牛頓公尺 牛頓公尺 OK 克文寫的寫法是錯的 昌豪書寫的叫做力矩等於力乘以力幣 那個寫法是錯的 你現在覺得力幣乘以力跟力乘以力幣兩個答案一樣 但是高中會教像樣的乘法 這是像樣的乘法 兩個顛倒過來方向會相反 所以其實你一開始就背正確 力幣乘以力 力幣乘以力 R code save 力幣乘以力 應該就背正確 OK 力矩是力幣乘以力 那麼通常我們在考試的時候力不太是問題 我告訴你施力5牛頓 施力10牛頓 有問題的是力幣是多少 力幣 力幣叫做支點到力線的垂直距 叫做力幣 滑勒那什麼叫力線 力的作用線 力的作用線 然後支點就是在轉動的時候那個不動的那個點叫做支點 轉動的時候那個不動的那個轉軸支點叫做所謂的支點 然後一個力線叫做力的作用線 力的作用線 來 什麼意思啊 這樣子的意思 來 左邊這個黑黑就叫支點 轉的時候不會動的那個點叫支點 然後呢 我這樣的施力 所以這個 這個就是支點 然後這個我這樣子就是我的力線 然後所以支點到力線的垂直距就是這一段 所以剛才呢 越靠近支點的力幣就會越小 那要能夠產生相同的力矩 施力就要越大 移支點越遠的力幣就越長 所以要產生相同力矩呢 手要的施力就越小 剛才影片上所顯示 所以這樣叫力幣 好那圖換一下 這樣子在哪邊 一樣有個支點 然後有一個力線 然後一樣支點到力線的垂直距離 這要力幣 所以我靠近支點了我力幣就怎樣 變小 OK 那改成這樣 這樣的施力 怎麼做 好 來 支點 力的作用線 支點到力線的垂直距離 就叫力幣 那是一個直角三角形誰最長 斜邊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這個力幣 比我斜邊的長度還要小 所以我的 我的 力幣就小 要產生同樣的力矩 我的施力就要大 同樣的施力 我的力矩就比較小 所以剛才的角度有沒有 要垂直的時候 我們的產生的轉動效果最好 不垂直就比較差 這樣的顯示 叫力線 這個做法其實有兩種 一種呢 就是 我把 畫這樣子畫 然後力線垂直叫力幣 第二種的力幣就是 我剛才要橫的這個力幣 但是要把力做分解 做成垂直分力跟 水平分力 那我要的是那個垂直分力 然後這個垂直分力 那也可以這樣做 OK 這個就是 實況 好 我平常這樣做我的力幣會比較長 我這樣是我的力幣比較長 一定要長 所以這樣比較容易有力 OK OK 那這樣呢 我的力線支點在這裡 我的力線穿過去 我的力線有通過支點對不對 所以力幣多少 0 所以用度拉力他會不會轉 不會 就剛才那個圖F1對不對 我這樣推 我這樣的支力 我推載帶他都不會轉 因為他力幣都是0 就是我們確認我們的力幣 給我們的力幣 OK嗎 你要了解力幣在哪裡 找得出力幣 然後你才能夠算得出來力矩有多少 然後這邊就是把剛才的用一個動畫跟各位表示 意思是完全一樣 完全一樣 好這邊有一個施力 F 然後呢 紅紅的這個就是我的力線 這條藍藍清清的就是我的力幣 力幣 然後呢 我的 如果我 垂直的時候 你可以發現我的力幣會最大 OK 來 力矩是向量 國中不討論他的方向 我們就單純的講 順順中力矩 逆時中力矩 我現在會讓他順順中轉 我就要做順順中力矩 OK 我現在會讓他逆時中力矩 我就要做逆時中力矩 我就要做逆時中力矩 OK嗎 就這樣子 我們就講順順中 逆時中 就可以了 這就是我們跟各位談 有關於力矩 公式很簡單 叫做力矩等於力幣乘以力 兩個相乘就OK了 重點是要找到力幣 力幣是支點到力線的垂直距離 剛剛給各位舉了幾個示範 那你總共找利幣 待運成完就沒有事了 可以嗎 OK